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领事部给大家服务的工作是从你们的安全和你们的权益保障这个角度 吴老师班的讲话他也首先介绍了教育所 我现在已经简单的给我们领事部打入工作了 这个领事部的主要智能呢 它其实有三个 第一个呢 主要是证件 你只要是一个中国人 你只要走到了中国境外 在海外 你的身份认定 你的国籍认定 你的这个 涉及到你的这个 证明你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你的这个身份 所有的这些证件 都需要我们领事部来进行提供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一年 你们这个在匈牙利一般的学年是 是总科生是四年 加上研究生 博士生可能是长达八年 他五位 我这个六年到八年 就再加上一个女科法六年到八年 那个期间中国的护照 是十六岁以上的文明 是他的有效期护照有过去是十年 有可能你们早些拿到了护照 所以有可能是在你们在匈牙利休学期间 你们的护照就过去了 要不要回国贯总的学 就可以到我们的领事部来回 我们的领事部一样可以给你们提供证件付 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平时在刷卡消费 你的卡输出了三次密码 这个需要发的是中国 比如说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卡 国内开的 密码输出了多次输入错误 就是被锁定 是吧 需要重新解码 那需不需要你回国办理 也不需要 只要你是中国公民 只要你是这里的拘留卡 你就可以到领事部来 要做一份委托 委托你的国内的家人 或者亲戚朋友 来帮你前往银行 带你进行的大迷 这就委托一个预论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名证事部 这个是第一方面 正解码 第二个是乔务工作 因为大家知道 区安利虽然面积很小 不到十万公里 大概相当于我们 中国的这个 浙江市的面积 但是呢 这里也生活着四万的滑桥 四万名滑桥 这个 在这里呢 已经生活了工作 生活 创业已经有三十年历史 这个同学们有两千 这个同学们有两千 有两千的这个 资费留学生 和工费 工派留学生 是吧 虽然我们的 我们的留学生 不算个滑桥 但是也是在这个四万的基础上 有增加了两千的这个 这么多年轻的 充满朝气的面孔 也说明我们中修关系 我觉得是这个 这个后继我们的 为我们这个中修两国的 经贸文化科技教育 甚至包括旅游啊 这些双方的双方的 双方的各类各类型的教育 提供了一段的动力 和这个生命力 这个乔务工作也是 这个也是第二项主要使命 就是团结带领好这些侨胞 能够为国内的创新驱动发展 和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其他的提出的 这个一带一路 不许多倡议 能够团结带领当地 投身这个国内建筑的 一带一路去 所以打造人类秘密共同体吧 情形协力 第三方面的工作 就是今天我们会重点讲到 就是领事广告 就是跟大家的人身安全啊 财产安全啊 这个居留安全 消费安全 这些方方面面 涉及到你的安全 和你的权益的 你的合法权益 这些事情 非常有紧密联系的 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领事 都是我们使馆 特别是我们领事部 所关心 和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在这解决中呢 也不是说 温泉跑 我们是夫一家 如果涉及到同学们本身 除了我一方面 要跟胡老师经历合作 以及跟胡老师 我们两个处 之间一定有非常良好的合作 很长时间了 同时呢 我们在各个同学中呢 我们也委派了 端枝楼大使亲自委派了 目前是两名女士后 我这老远 一名呢就是梁元同学 这个 他已经是连续第二届干了 一年一届 一年一届 非常有纪念 因为是我们今年 7月12号才刚任命的 石建东 这个 梁元同学是兼任 这个教育总 胡华老师的这个 特别助理 石建东同学呢 他是梁元同学 推荐的非常热心的工艺人士 在同学中呢 他愿意为大家忘了 因为他知道 临时报告联络员 他是不拿公子的 还有一个临时报告联络员 我忘了介绍了 这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好助手 这是 是 受压力的 刚才讲到的 四万华侨里面的 这个 他是四万之一吧 而且是 知名的 新媒体的达人 他有自己的自媒体 叫华人头条 是吧 手中面线的大陆多少 是 几万 这个部分几万 多难求的 对 粉丝有多少 粉丝 对 他是自媒体达人 因为通过他的 生意 投放出去的 都是正能量 也是帮大家 更好的在这 聚留融合和生活 下面 刚才就是简单的介绍了 领事部的功能 就是 虽然我们跟教育组 分工不分疆 分工有所不同 但是 为大家提供 最好的领事服务 帮助大家在这儿安居乐业 安好的修学 安全的修学 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呢 以下讲的呢 主要是 我的题目就叫做 留学第一课 刚才吴老师说的是 平安留学 和我的这个标题呢 就叫做 留学第一课 我主要给大家讲讲这个 根据我们领事部 这几年的又常见的 涉及到 留学生同学们的这个 遇到的麻烦 以及他的应对 可以给大家提个醒 是吧 这个 如果大家呢 觉得这个有用 你们也可以记得 如果大家觉得 一时用不上 也不妨听一听 这个因为 毕竟人在一波他乡 能指望的人 也只有十万 只有十万 就是大家的家 是吧 就是祖国在你身后 十万就是你们的家 所以就是说 不要忘了 你们遇到困难 遇到险情 遇到意外的时候 你们还有一个 就是你们还有一个家 不是在国内 是在福达贝斯 就是我们的中国 中国全安业大师 下面会开始讲 这个中国呢 现在目前呢 已经成为了这个 全球出国留学的 第一大的声援国 我这里呢 我们领事部长的 这个说明是 2015年的时候 中国在海外的这个 留学生 就已经达到了 一百二十六万 2015年 也就是三年前 到2017年的时候 去年 中国总统境外界 的留学呢 就是一年增加了 六十一万 那当然也回来 就是去年一年 出去的就有一万 回来的大概是三十万 去年是出国留学 是六十一万 大家知道十年前 就是2007年的时候 就是数字课 2007年 中国总统境外的 才十五万 也就是说十年间 增长了四倍 这个 这个 目前我们中国 在海外的留学生 占全球 就是世界各国的 这个 在境外留学的 学生的百二十五万 是位居世界第一 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 这个 这个而且是 资费生占到 90以上 这个特别 数量大 资费成分多 然后呢 就是每年增长 越多 每年增长 越多 这个特点是 这个数量多 分布也很困 同学们 你看我今天看下面 都是一张张 非常朝气宏布的 例子 就是说大家非常 年轻上进 也非常爱国 情分 这点毋庸置疑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 觉悟 但与此同时呢 也有很多明显的 不足的地方 这个 第一个就是低灵狂 出去留学的 一般很多少女 余科的是七八岁 高中才毕业 对吧 家庭相对比较好 他就 家庭就把我送到 来去进行求学 是吧 他们普遍的 要缺乏社会和生活经验 然后呢 特别是 注意 特别是安全防寒移植 大家可以走出这场门 往天上看 天高云淡 觉得这欧洲 空气也好 水也好 食物也好 是不是就有点放松了 身边的危险险情的 防寒移植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 第二个呢 独生子女多 这点大家是不是都是独生子女 有 哥哥姐姐 哥哥姐姐的 是不是都是 不是太多 这个独生子女有特点呢 就是碰到这个 生活和学业压力的时候呢 这个处理起来呢 他的自我处理的能力呢 有所欠缺 而且习惯性的依赖价格 就是 这是第二个 第三点呢 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呢 这个容易走极端嘛 就人际关系说一个 比较 以自我为中心嘛 就是一个特例 呃 所以涉及到这个 刘业生的各方面的案件 因为防满意识不足嘛 就是应对能力也欠缺嘛 所以涉及到中国刘业生的案件呢 也是参加不足 这2017年去年 全球发生的 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恶性案件 就是发生了死亡烂件 全球2017年 发生了34宗 这个其中包括 抢劫 故意杀人 和性侵 大家知道去年最有名的案件 是张亦领的案件 是吧 就是在美国 这个案件到现在 造成了恶劣影响 到现在没有完结 当然 完了说的 34期 针对中国留学 恶性案件里面 美国最多 占了16期 呃 占了16期 年龄上 60%的受害者 受害者 在22周岁以下 刚才符合我刚才讲的 地理话 是吧 22周岁以下 同时又以19到21岁的 新生居多 就是发生这些恶性案件 还是以这些 低领的 这个预克生 和这个 和这个大一的 大一大二学 居多 社会经验 防范业势多 三大问题交织 哪三大呢 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 还有心理安全 有的就是 心理安全 就是无法疏打 自己也容易 刚才说了 极端 处理人机关系 很容易造成这个 心理的 在异国拉乡 这个 光耗无疑性 生活的虚拟的 网络空间 是无法开解自己 心中的混沌 这是第一点 就是刚才想的 这个 中国留学生是特别的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 就是说 并不是很普遍 但是时不时的 大家会在报纸 这个建筑业报纸 这个媒体 就是有一些家境相对 比较好的 这个 富家子弟吧 我们说 比较打个引爆 喜欢在境外 国外高调炫富 高调炫富 高调炫富 然后这个 招来很多麻烦 是吧 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个 这个大致的 现在留学的 留学生的这个情况 这个 领事保护 今天我刚才讲的 主要讲的是 领事保护 大家有什么关系 首先大家知道 什么叫领事保护 领事保护 是派遣国的外交 或者是领事机关 以及领事官员 在国际条约 国际法 以及 当地法律 区压力的法律 三个 国际条约 都参加 比如说领事领事保护 工业 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 就是比如说 关于留学人员 权力保障 还有关于联合国 UNI School 刚才吴老师说的 小河文组织 有一些关于这个 留学啊 进化人员保护啊 这些的法律 为当地法律 区压力法 就是外国人拘留 外国人拘留法 或者国际法 这些 许可范围内 在住在国 也就是在区压力 保护派遣国的国家利益 派遣国本国的公民 以及派遣国的这个 法人的合法权益的一种行为 依据的就是刚才说了 这些法律啊 条约啊 中国和区压力签订的 这些双边协议啊 区压力的法律 那么理事保护的对象是什么呢 理事保护的对象上处于是 保护的是 遇到意外 遇到困境 和遇到险情 以及第四种 权益受到损害的中国公民 刚才还有法人嘛 因为今天针对的是同学们 所以我今天就是说 大家记得遇到了意外 遇到了困境 遇到了险情 遇到了权益受到损害 这样的中国公民 保护的范围啊 保护的范围啊 是什么呢 保护范围是你们的合法权益 合法权益 就是包括你们的人身 安全 你们的人身不能受到侵犯 是吧 你们的财产和你们的经济权益 对吧 你们的这个包裹的围头 对吧 你们有向国内汇款 和这个 比如说参加工作 一样的正常的这个民事权益 以及你们应该受到人道主义待遇的权益 对吧 最后一个是你们可以跟住在国的使馆 可以跟我们中国使馆 进行正常联系的权益 这四大权益 都是我们领事保护所关切的对象 人身财产 人道待遇 正常联系的权益 那我们领事部在进行这个 为给大家提供领事保护 它主要依靠什么 主要依靠的是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应激处置 就是大家一旦遇到了意外 遇到了情况 比如说你这个出入境的时候 你没发现 你没注意 但是你的拘留卡 你的学生卡 这个拘留卡是过期了 结果你从这个 你出圈牙利的这个 布达佩斯机场 准备回国的时候呢 被拦路了 然后关了小黑屋 这个时候就属于这个 我们许师保护 对你进行应急处置 是吧 或者说你卡 忘了袋 放在家里了 然后从过了手家寒假 从国内来的忘了袋 过了 在海盘右边拦路 这属于这个 出入境受阻的这种 那你开车 没注意交通 法规 没看到有stop 没停 跟别人撞 是吧 你受伤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又处于荒郊野外了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就需要给你提供这个 紧急的这个应急处置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个就是外交交涉 如果发现匈牙利方面 不管你们的学校也 这个我跟吴老师也处理过 也是判断你啊 知道 这个你们的权益 受到了明显的损态 不公正的损态的时候 不要忘记告诉我们 师傅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给大家一定是合法权益 受到了损态 大家提供第一时间的 就是协助和服务 要对凶方提出言论交涉 第三方面 这个领事保护怎么做 就是预防性的领事保护 我们说 凡事欲责令 与其事后 所有的荒养不老 不如事先刷自己的这个羊圈 是吧 所以就是 做法这个充分的预防工作 才是一个最好的 包括今天这个活动 我觉得都是一个预防性的 领事保护宣传 什么呢 就相当于给大家打了预防针 打了预防针以后呢 你到了这个 这个有病毒或者说 有疫情的地方 你就不会受到这些病毒 和这个 这个这些 他的困扰 所以这提高了防范意识 也是我们第三方面 这个领事保护怎么做的 这个内容 那么领事官员可以给大家做什么呢 大家可以听一下 就是我们领事官员 可以给大家做的工作有滑响 然后也有 也有奇效 我们平时不能给大家做的 也帮助大家 厘清这个思路吧 就是 消除一些物件 首先我们领事部 可以给大家推荐律师 翻译医生的名单 然后帮助呢 帮助你呢 是进行诉讼 和寻求医疗的救助 这是第一方面 推荐一个 专业人员的名单 第二个呢 可以领事 可以对你做什么呢 是发生重大的突发性的事件的时候 为您的撤离 比如说 大家知道最近又是 是印尼吧 地震了 是吧 然后前一段又是 日本又是台湾 然后再前一段又是 经常发生这种 大型自然灾害的时候 中国政府经常撤侨 大家最知道 2011年一笔压的撤侨 这可能是最大公主的人 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撤侨 说了几万人 所以就是说 发生这些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们事外都会组织大家 安全与去的撤离 这点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第三个 如果您在当地犯事了 被拘留了 被逮捕了 或者说您在当地服刑了 我们领事部可以应征的请求 对您进行领事探视 就看您有没有 刚才说了吗 领事部我会跟您讲 科发宣言有一条 是人道代表 您有没有在监狱里 被打 被骂 被体罢 或者说拒绝 向您提供 您听得懂的语言 进行诉讼 这都是侵犯你权力的这些行为 第三 第四是遇到意外的时候 您遇到意外的时候 我可以协助您通知国内的亲属 让他们 然后协助亲属 来修 来修安利 这也是我们可以提供的语言 第五项 审言遇到的问题 是协助您的亲属 解决费用的语言 你是需要自卫 比如说 你这个突然遇到了生活的困境 可能是需要家长 来给你提供资助 但是家长呢 又不放心 你想来看你 比如说你生病 还是重病了 想来看你 我们可以帮助他 尽快地解决修安利的 人身份签证 然后来到修安利 但是呢 这些费用问题 就还需要自费 我们可以协助他 就是减轻经济压力 第六个是 可以协助您进行寻亲 就比如说家长 经常遇到 我们领事部 经常有国类的家长 就是孩子在微信上 一两天被联系上 就不放心 这个经常在领事部 打我们的领事 包括我 值班手机 要求寻人 然后我经常就是麻烦不老师 我不老师 就找学联的干部 一般情况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真正时间 基本上都是 要不就手机出问题了 要不就可能在图书馆来 一会儿跟家长闹矛盾呢 也有 所以大家就是有事没事吧 还是给家长 每天吧 或者每个星期至少吧 报一下平安 真是叫 二星千里五难过 这个 母亲万里二不愁啊 所以大家没事 还是多跟家长 报一下平安 然后这是第六 第七奖 第八项我们能干的工作呢 就是给大家发放旅行证件 包括刚才说的护照 或者中国的旅行证 证明你是中国人 证明你是中国国籍的 对吧 或者是办理一些轮述的公正和认证 就刚才我说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的卡被锁死了 然后你需要托国籍的清楚 怎么办 你不用 你不论去直接写回头 不用去寄回去 那没有人认到 是吧 我怎么这么知道 这是你本人的意见 意思的表示呢 你必须到领事过来 必须到失望 在我们领事面前见签 你的签字处施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么我们领事不能为大家做什么呢 第一 不能为你办签证或者拘留 如果你比如说 我就经常遇到过 一案例 知道这个精神愈合的 刚来过多久 这个学生拘留还没办法 就是正好是遇到是 就签了这个时候 活性结罢 然后是这个 就去科罗地亚里头 大家知道这个 在你的拘留卡没办法的时候 你是不能去科罗地亚 对吧 你的身份签证是一丝入境 必须在三十天内 抵径三十天内办法 学生拘留卡 如果没办法 不能出去 但他们知道 他以为有身份签证可以 结果出去了一会儿 然后只能重新办理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造成很多麻烦 所以大家就明确一点 就是说 你在你的拘留卡 也就是你的粉卡办法之前 不要前往这些非社们去进行 你可以消灵力 是吧 但是也有危险 就是你不要去比如说 罗喀里亚 克罗地亚 两个亚 还有塞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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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三个亚 这些非社们去 出去吧 是可以出去 你就回不来了 就不能再上河 你怎么办 只能在修성利 住这些国家的大坡 重新办理前程 他这个 再重新核实 你的身份的时间很长 一般是至少一到两个 曾经发生了一个去塞尔维亚的公态活日 是吗 赵飞的 最后还是非常费心了很多的 最近最后我们的通过 我和吴老师联系了我们驻塞尔维亚的教育部和领事部的同事 帮他担保 然后出去了外交召会的同事 最后才给他在一桌之内办好了 重新办了一份签证 然后才回来继续办理这个居留 这是第一个 不能帮你办理签证 就对抗你自己 也不能帮你判定拘留 你工作了 想在柔亚的工作 我们可以给你推荐工作机会 但是你面试 如果面试 如果打动这些部署 那是你自己的事 第二也不能帮你提起诉讼 我们刚才说了 可以给你提供律师的名单 但是不能代表你说 哎呦 我的这个 我语言不行 我不会用语 这个警察也听 你领事部能不能帮我 给警察报官不行 也不能帮你提出诉讼 你必须自主自立的 就进行这个提出 是吧 可以要求个警方 派这个官方的翻译 我们都 全家里有这笔经的 官方翻译 至少是派英语翻译 好一点 咱们可以派中文翻译 但是他们中文翻译 很有信 也不能干预当地的司法 比如说 有一个华侨 他觉得自己很受委屈 他跟当地人有经济旧闻 然后法院判决 明显是倾向于 匈牙利人 我们领事部可以对法院 提出我们的中方的关切 但是我们不能直说华侨 不能说你是判的不对 你是应该给他 不应该给他判死定 应该给他判不对 我们不能干预当地的司法 否则这个临时案件 就会上升为减脱的外交问题 这是委员的外交问题公约的 也不能给你 还有一个 就是不能给你支付费用 涉及到所谓的费用 我刚才说了 都需要您自己管理 最后一点 我们领事部也不能 大使馆 不仅是领事部 大使馆也不能留宿 不能留宿这个 非外交付货名 不能留宿 如果遇到困难 居无地索 我们可以协助你找助手 但是你不能再大使馆进行 这也是维法公纪网 那么下面呢 我就是给大家讲讲 这个杰克股 工作在这工作期间的经验 给大家讲讲 这个常见的 留学胜利报案件 一些应对 一些对策 给大家提供参观 我把它编成了这个行钱 就是你们来学胜利之前 应该做的一个事 然后到校以后应该做的事 然后还有平时应该做的事 我想说我把它 大使馆拿成三部分行钱 首先我讲讲这个行钱 就是你送国内来之前吧 大家因为不知道是不是都是新生啊 就是来之前吧 我的建议是尽量多的了解学胜利 各方面的情况 首先第一点 你可以上中国外交部的 中国领事服务 它的网址是cs.mfi.gov.cn 叫中国领事服务 非常关光全面的有信息 也非常及时更新的 有关于学胜利 包括学胜利在内的各国的国情 旅行徐职 以及它的一些出入境的规定 这个可以给大家提供掌握 最常见的一些险情和一些案件 你最惊艳的一个人 把提供给中国移动和中国联统 大家都还记得 你们下飞机的第一件事 一般都会收到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统的一个提示短信 这短信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这个移动通信机身上 他们这些信息来自哪呢 其实就是我们指示部提供 你一看一般都是及时更新的 就是一般是半年更新一次的 所以这个提供力很大 大学的时候呢 经常有一些社会机会 所以当时呢 我们在四五个月后的处理 发布了一个更新的避体信息 就是请大家说说 如果有这些政治性的机会 我们不要去凑润 应该这个不要不要去注重 第三个呢 就是新鲜呢 应该是我们使馆 有24小时的领导手机 和咨询电话 我们使馆呢 中国多数项利使馆呢 有自己的网页 大家可以有点新鲜的 预论的表写 最新的续职信息 工费生的这个交流 老师这里的这个报道证 这些证件 然后最好呢 能够复印以后 以便万一丢失了 可以这个迅速的网 这是新鲜 那么到校之后呢 我觉得我总结了 有四方面的工作 需要大家同学们注意 到校之后 第一个应该及时的办理 这个报告登记手续 第二个应该及时的办理 这个人身健康保险 这个我处理了很多起 领事保护案件 就是就因为 及时的办理了 这个人身保险 后来呢 他们的权益呢 包括生病的 包括还有在这去世的 不幸去世的 他们的权益呢 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 区阿利的这个保险呢 它这个索费程序呢 比国内复杂 它可能提供很多的 这个原始单据呢 你得委托当地的律师 因为你人已经走了 你毕业了 或者说你已经离境了 你可能只能委托当地的律师 专业的人士 带你进行跟进 到校以后第三件工作呢 就是要提大家在这里 要始终紧绷一根弦 就是要遵守 当地的法律法律和封锁 你们学校的校围 可以看一看 问你们的这些师兄事情 是吧 到校之后的第四件工作呢 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租房安全 一定要注意租房安全 因为来了以后 大家首先面临的工作 可能就是要面临的事情 就是要找一个房子住 是吧 这个租房呢 有四个小要点 大家可以 这个值得大家关注 第一个点就是 你们要选择方形 第二个点就是 你们要选择方圆 方圆 因为前一段 我去多佛罗森出差 那边呢 这个学员的大众 也是他们很热心 多佛罗森的学员呢 就免费的制作了一个 公益的一个文旨 然后给新来的新生 提供方圆的选项 多佛罗森当地的一些 中介的一些方式 也比较有自信的中介的方式 也放在商量 这个可以跟 所以我说这个房源 就是跟各地的学员 都跟他们联系 然后他们有一些 自己的这个 学员的这个报纸啊 免费的一些火烧平台啊 租房安全的第三个小要点 就是注意签约的安全 对吧 这个已经碰到了很多次案件 这个梁洋园同学 也帮着处理过很多 其实都是跟租房 这个签约不慎了 这个后来造成很多的后患 这签约呢 大家一定要属于正规的中介 然后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条款 是是不是 凶英文 大家肯定不能签中文的吧 凶英文是对照的 如果有凶文 一定要是严格的跟这个 合适了这个 你们的意思 是不是有一些瑕疵 能不能养穷 是吧 能不能换门锁 是吧 这个提前多少时间 如果不租了 提前多少时间 要跟房工要进行声明 这些都是要大家 提前在这个签约组的商量 他这里是一个 契约的契约 契约竞争 一些都要是企业 不能按照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座房的情况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签约安全就是地轮 不要只图便宜 一定要宁愿稍微贵 一定要学治安比较好的小区 大学和小区 加上这个拉贝斯 一共是29个学格 然后要选治安比较好的区 在这区里面要选治安好的小区 这是做法安全 这是盗效 那么第三个 讲一个平时 平时呢 我要给它总结成八个小点 平时值得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个是你们的财产安全 少来现金 不要炫富 也不要露富 甚至不要露菜 要保护自己的重要贵重物品 是吧 你去MGMG取钱的时候 你会尽量选白天 人多 或者比较热闹的地方 不要选择晚上去人少 或者比较荒僻的地方 白天有机 然后你的证件呢 刚才你已经说了 要及时的进行备份 然后呢 特别要的地方是 我们经常在食饭官员上 纪念第六次提醒 电信诈品 大家知道这些电信诈品 经常冒充模仿 这个使馆的民营 使馆外交官 或者说模仿这个匈牙利移民局 或者模仿国内的公众检训法 或者门 可以打电话 说你这个 有一份什么包裹 要提 你说没有我包裹 他说有你名字 然后一查 说是你的毒品 或者说是违禁品 你贪上事了 然后就一步一步 把你诱导成 诱导到最后 就是提供了个人的 甚至包括你家人 国内家人的这个 账户信息啊 经济信息啊 最后一步一步上套了 大家知道 但凡要在电话里 向你问询 这个账户信息 经济信息 一律挂断 全是便宜 没有一个人决定 电信账户信息 特别是冒充资源 我们使馆如果联系 也是正常的联系 如果问你的学业啊 但绝对不会问你 说是看上事了 或者你的拘留卡到期了 你的这个护照到期了 已经再不来换 马上就你采取措施 不会是这样的 这个是第一部分 财产权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人生安全 跟刚才也讲了 不要去治安国的地方 和一些情况比较复杂的 什么酒吧呀 或者说是这个 不良藏土啊 赌场啊 我发现有个同学 可能在 其实学业 说太紧张了 然后想中国放松了一下 去了独场啊 就这里的华强 我们的反应就是去 所以欠大家 就是说 万恶知识的话 其实就是 倾家败得 莫过于土 莫胜于土 是吧 倾家败得 能再多的些 都能在这个里面 啊 这个 李浩东同志 跟我们说过 在这最夸张的 一个华强 一晚上输了200万欧元 所以这个 血淋淋的教识 记住这句话 倾家败得 莫胜于土 千万不要去读人 这个 不需治安管 地方要 要节省自好 这个 多培养自己 这个比较 昂阳向上的 积极健康 阳光的这个心情爱好 然后减少生业出行 减少生业出行 如果生业必须出行 经常接班出行 特别是女同胞 女生 一定要小心这一点 不达被私 晚上并不安全 曾经连警察都遇到过 袭击 更别说我们普通的外国人 这个平常呢 没有对家人联系 跟他说了 是吧 这个不要让我们担忧 平时呢也慎重教育 慎重教育 你要出去这个接班旅行的时候呢 遇到一些就是所谓的网友接班旅行 你最好提前把你的 接下来的日程 能够告诉你真正的朋友 告诉你的同学 告诉你的老乡 或者告诉你的家人 然后基本上每天到演 报一下你的行踪 我到哪了 我今天是欧也纳了 明天到这个萨尔茨堡了 都要报一下 要定期的报一下 这个是人身安全要注意 第三就是安全 就是交通安全 多年轻人都喜欢开车呀 有的是特别喜欢 可能就是租车要开 但是大家知道 第一个 千万不要酒后驾驶 最近布达贝斯交警查 一个是酒家 一个是开车时候打手机 查的特别 如果有开车的特别 一定要杜绝这酒家 和打打木机 然后也要特别遵守 当地的教会 宣传利的教会很严 也很复杂 它的这个交通路 还跟中国还有所规律 所以你要想在当地开车 你就必须搞清楚 当地的教会 不要在教会不熟的情况下 贸然上路 开英雄车 独系车 是千万不要 而且大家都知道 宣传利人开车很快 办事很办 开车很快 对 这个 你们在过马路的时候 虽然他们是礼商行人 但也要不要想到 海边要坐着看一下 是吧 我就看见过 有闯着一个黄灯的 摩托车手 结果跟一个汽车 坐着 摩托车手当上死 把汽车给撞成一个弓形 所以可见这个 他们速度很多开火 所以过马路 走人行道 不要很满马路 但同时呢 也要多个幸福 左右看一下 这是 这是 矯缓决 第四论 但是一些意外性的情绪 就是你碰到了洪灾 或者碰到了暴力袭击 或者碰到了有人要给你通货围 这个时候 怎么办 你应该掌握常见的 快速逃生的官方 然后 宣传利人的报警电话 大家都知道 107 107 107报警电话 急救电话 你摔伤了 爬山摔伤了 腿动不了了 旁边也没有你们朋友 怎么办 打这个急救电话 1045 你先报一下 你的位置 然后就让他们 反正派人来救 来上救护车 然后我们使馆的 领保手机 首先说一下 这个中国外交部 有一个24小时的 全球通用的 这个领保电话 是0086 10 12308 你在全球都可以打 好 0086 是中国区号 10 北京区号 12308 是这个领保热线 12308热线 我们使馆 中国驻车历使馆 有一个24小时的领保手机 始终有人值班 大家遇到险情意外 或者遇到自身无法 走出的困境 也可以玩 006 你一再宣传历 就没有离民了 0630 这个6925414 这个号码大家都可以记 是吧 这是我们使馆 24号 领事保护手机 就是遇到这些意外险情 应该冷静 冷静应对 不要慌张 然后遇到 比如说贾里达 经常有 在普达培斯 一些重要经历 还有贾里达 在冒充警察说 他先是 他一般是这样一套 就先是有一个人 拿个地图来 周末综向给你分布 你看 还好心呢 跟他同样解释呢 然后贾里达人人走了 没走两步 又警察出来了 说怀疑你跟刚才那样人 是在进行秘密接受 是在进行非法外卫交易 或者说是买卖毒品 然后要搜查你的包 你一旷 他给你在一般会 会晃一下他的什么 所以证件 他的证件要拿个引爆 你还无印就里的 心里一慌啊 都交出去了 给他一看 好 你包里的 最后一 当你拿回来的时候 他说没事了 赶紧滚蛋吧 你赶紧就 就好了呀 你还趴紧了 是吧 等他到了家再一点 你把一看又 你的 你的钞票一千张 一千五元的钞票 怎么一千五元的钞票 只是两百多美 他这些都是假警察 都是万一套路 所以大家就是说 遇到这些 敲诈勒索的时候 应该涉短 敲诈勒索 当然也是生命的 敲诈勒索 咱们说好还不是 眼神贵 不要给他拎来 是吧 要设法强调周旋 然后记下他的这个特征 然后及时的 在脱离陷阱以后 进行报价 尽快报价 向其方提供有功的信息 这是第四点 遇到一些险形意外的时候 要快速逃生 第五点就是出境受阻备 也是经常见 遇到大家的 纽约任务 这些恩戒 主要就是要不就 通照获取了 要不就居留卡获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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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 比较常见的情况 当然注意 居留卡也没获取了 居留卡也没获取了 也被拦在小黑乌鲁 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附影 发生一个模式 是因为他平时经常创课 学校已经把他学期开除了 他还不知道 学校也通知这个移民局 移民局以后 会把他的这个 学生居留卡给出校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转学了 但是他在转学之前 没有及时的通过 通知以前的母校 这就是跑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救过 所以他拿的还是以前母校 他开的这个移民局 也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说 大家在离校转学的时候 应该进入怎么的 及时的通知原校网 原校网 反过由原校网 向移民局进行信息的分析 等到你到了新校网 他会在你的学生卡上 会打印一张新的学校名字 那应该出入境受复 还有就是 他一般是提前一个月要进行申请 你们要过暑假 过寒假 遇到这些长假之前 而且要看一看 平时都看一看 你的居留卡到什么时候结束 一般提前一个月才要申请 要及时的领域居留卡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就是心理安全 也就是班达讲的心理投射 他不是说吗 因为年龄比较小 预测能力比较弱 空到事情来 处理人际关系来 处理困难 容易走极端 所以这个时候 心理调试也非常重要 要怎么调整形成呢 就是应该首先 还是要学面调整压力 对吧 要对于这个 你的未来几年的 这个学习生活 学业生活 对你的这个感情 特别说 还有一些 对吧 这个男女朋友在这里 都是 平时都很好 但是有的人 可能有一些投降 对吧 对这些感情出现的一些波动 波折 要有充分的预期预判 平时呢 多于你们的校与多功 遇到了挫折 或者家人 或者朋友倾诉 从朋友家人 那个好朋友那里 得到一些安慰 还有呢 可以对于我们师傅 教育处 胡老师这边 我领事部这边 可以多过功 教育处要看到你 如果大家碰到了困难 或者需要心理得到的一些 心理安慰 或者说是辅导的时候 会及时的派学员的干部 先去探望大家 所以大家平时 多于事外联系 大家记得多于事外联系 多于学联联系 然后也多于我们两位 领导联络员联系 不要混到混乱才联系 平时就可以多沟通 就是心理调试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就是 平时还是要不断地提高 不指望一次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 浴室处理能力 就是因为大家就可能 都是走出家门 来到走出国门 来到异国他乡 指望不上父母 也不能依赖 所以就是要 这些办事能力 交际能力 刚才吴老师说的 百分之七十号 语言交际能力 这些交际能力 都是在后天的 求学过程中 一步一步地培养 要不断地提高 应变了 处事能力 减少对家人 对其他人的疑难 这是心理 第七点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要文明处行 因为大家刚才说了 一方面很别轻 一方面其实呢 这个罗老师说 使馆代表国家 那从另一个角度说呢 在座的各位都代表中国 是吧 你们在看 你们的同学 和这个观察背景的时候 别人也在看你们 是吧 你们也就在某种意义上 某角度上说 也是代表着 中国年轻人的形象 少年强子 不强嘛 是吧 所以就是平时 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年轻举止 要讲东西 讲理好 这个 就是 维护中国人的良好 自己维护中国人的良好 良好形象 不忍事身份 中国人不忍事 但是呢 也不怕是 是不是说 要把时间和精力 更多的 投入到自己的学业上去 大家都是 父母花了好多钱 心心忽忽忽 省吃俭用 把你们送到这儿来的学 所以要对着学习的钱 对着学习的家族 是吧 当然去 珍惜这个 海外有学的 这个 宝贵的机会 是第一次方案 最后一方面就是 如果遇到跟学校的纠纷 怎么处理 遇到跟学校纠纷的处理呢 比如说 我跟吴老师处理过 就是因为 这个 他每分考试的学分 可能有几门 或者某一门 没有及时的登记 中间又因为 跟导师的这个 沟通不畅 导师的这门 就根本就没有成绩 没有成绩 最后就发不了 这个毕业任务 回国以后呢 就是 再处理的时候 委托律师呢 就为时已晚 所以就是说 平时逢生的 发生于学校的纠纷的时候 一定要 注意你的学生 要及时的登记 你要及时的登记 你要及时的登记 你的这个成绩 保留你对自己 有一个正终 真遇到上面的 一定要的 进火山寿 及时寿 不要等到 回国以后 再想起来再来 那时候就非常非常麻烦了 以上呢 我就是从这个 行前四个方面 道校三个 四个方面 以及这个 平时要注意的 八个角度 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领事部 这几年 常见的一些 领导案例 希望大家有所启发 这个 大家可能就是 因为刚刚来到 学校里 还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感 这个是 很高兴 就是 我能体会到 大家的这个 兴奋的这个心情 也同时希望大家呢 能够 不忘初心吧 就是 在接在立 能把你们在国内 在高中 或者是在 本科大学的时候的 求知的那股劲儿 给 就是 天传家 然后呢 能够 以 百分之百的精力吧 投入到你们在这里的 异国他家的求学度 学到真本事 才是自己的 然后呢 安全留学 平安留学 才是真正的 最大的希望 我的话 谢谢